学IT高端课程就来好程序员 年薪20万起 好程序员开启未来架构师之路 大家好 这里是千锋教育好程员 我是大师教师小米老师 咱们接下来继续讲解这个新电商项目 新电商项目呢 咱们上级课呢 说了一下这个电商的简介和它的概念 对吧 然后再做了一下环境搭建 这个环境搭建呢 咱们只是搭建了一个一点点 只是把Scoo和Floom 咱们进行了一个搭建 对吧 因为它们两个比较简单 压缩然后配置下去就可以了 把解压缩配置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还是要基于咱们本身的一个项目 说一下它的一个项目架构 因为咱本身呢 你数据有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什么样 需要针对这个数据进行输出 你怎么去处理 它处理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本身的项目的一个什么样 架构的实现 好 架构的实现 好 我们看一下 找到这个项目架构一个普遍 然后咱们看一下 好 在这里嘛 好 我们说一下 OK 那这块呢 咱们就过一下 首先呢 我们获取的数据呢 都是用户数据啊 也就是Cleaned 端产生的数据 然后同时呢 还有第三份接口产生的数据啊 那三份接口呢 就是公共数据或者是什么样 和别人合作的一个公司的数据 咱们拿到 那么咱们都会走一个NGX服务器 现在咱们最常见的 采集服务器呢 就是咱们的NGX服务器啊 最常见的 然后通过咱们的NGX服务器 进行复带均衡 想要我们的请求数据 到我们的什么样 这个 本地 或者是资牌 然后呢 我们 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咱们的 用户行为数据 啊 用户行为数据 那我们这块呢 可以使用Floom采集 对吧 采集到我们的HTWS 然后呢 我们的三份数据呢 也同样 也可以录取到本地此盘 然后用Floom采集 采集到我们的HTWS 但是在咱们这个本地 项目当中所做的时候呢 呃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呃 直接将我们的数据 放到HTWS了 对吧 用户行为数据 咱们直接放到HTWS了 就是没有用到Floom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再用一遍 就是有点 呃 多余了 啊 因为咱们在三方数据 用的就是Floom采集 所以说 这两个呢 咱们写一顿即可 对吧 剩下 其他就 像这个相同 咱就不写了 啊 就拉回时间 呃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加一个 实时数据数据啊 那但是在咱们这里面 没有实时数据数据 呃 所做的全部都是离线 那以说这个实这块呢 咱们给它 剔除掉 对吧 不用的 然后最后呢 将我们的数据 落地到数据天文层 当然呢 我们这块所获取的数据 是双方数据 一个两个 还有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数据 就是这块 业务数据 这个业务数据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买自扣业务数据库表 啊 你所产生的数据 包括它里面 所包含的通用资金表 通用时间为表 和地区为表 等等 然后进行我们的数据同步 这块是数据采集 这块是数据同步 然后放到哪里呢 它统一都会放到 咱们的ODS词 当然除了我们的 微表词 会放在我们的DAM当中 那其他的都会放到 我们的ODS当中 这个ODS当中呢 我们需要在ODS里面 创建对应的表辑构 需要创建对应的表辑构 那这块我们会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 我们在对ODS 数据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呀 对数据进行清洗 也可以说叫做 去造去从等等 然后呢 做ETL 做ETL之后呢 这块会形成我们的DW DW呢 咱们所说的一个主题 主题里面可能会 细分一下DWD和DWS 那为什么呢 因为DWD呢 是咱们所创建的主题表 而DWS呢 是咱们中间聚合的 离时宽表 或者什么呀 这个咱们的聚合 聚合的什么呀 这个小表 对吧 或者什么呀 聚合的一个大表 都可以 所以说DWS呢 主要是做一些离时聚合 为后期指标统计做准备的 而我们DWD呢 是为了整合数据 统一数据 划分我们的主题域 比如说主题域呢 我们这块会有很多呀 像我们的用户主题呀 交易主题呀 事件主题呀 还有营销活动主题等等 一系列主题 然后呢 在做统计的时候 如果有些数据呢 进行后边指标双次调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DWS 进行一个什么呀 这个局部的聚合 对吧 进行一个局部聚合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采取 这个什么呀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之后呢 我们最后做的是指标统计 做指标统计的时候呢 主要是基于我们各个主题域 下面进行指标统计呀 比如说像用户主题 对吧 比如像什么呀 咱的这个 这个商品主题 交易主题 订单主题等等 都可以什么呀 统计相应的指标 那这个指标则有哪接呢 这块要给咱们列举的一部分 咱们可以看一下 列举的部分 就是说活跃用户数 活跃用户率 还有什么呀 活跃的复购率 包括支付的方式 平均购买次数 新的用户 还有什么什么用户 对吧 这个留责用户 和什么呀 咱们的流出率 包括我们的交易的失败率 失败数 还有什么呀 咱们的这个 对应的一些什么呀 评分的热门 对吧 套盆 然后还有总体运用指标 总体运用指标呢 主要是从流量 订单和销售方面去分析 比如说像咱们的流量分析 就是PUV之类的 订单分析呢 就是咱们的转合率之类的 还有什么呀 咱们的销售量 销售量其实就统计 转合率和毛利 这个什么呀 总量等等 这个话题大家就是后期所说的了 因为咱们本身做的这个项目 是我们的数仓项目 所以说咱们所实现的 都是基于数仓基础上 而这个画像呢 是做后面后期处理的时候 可能会做的 像后期的一个什么呀 公共类指标统计呀 营销活动指标统计呀 商品分类指标统计呀 等等这些会做 但是画像这块呢 咱们本次项目当中不涉及 但是能不能做呢 也能做 但是这个在本次项目当中是没有的 本次项目当中没有的 然后最后呢 咱们再做一些什么呀 这个数据结果输出 数据结果输出之后呢 我们在这块有一些什么呀 这个ADS应用语程 进行一个展示 也说也可以叫什么 叫做BI BI可视化 当然呢 这个画像这块 咱们集体忽略掉啊 好吧 画像这块忽略掉 它只是可以做 但是我们本次项目中 没有去实现画像这一块 好吧 OK 那这个是咱们本身的一个全部的数据治理 也叫咱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实现 整体一个架构实现 这块还是比较什么呀 比较清晰的 因为咱们只要把这个三块的数据源处理好 然后在做后期处理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了 就比较简单了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的整体的一个架构 这是咱们整体的一个架构 OK 咱们整体的一个架构